大家好欢迎来到R1早上第三个Section 那我们请王玄中先生为我们带来 那个Talk是TronGIS Pi Open Source的Gio Image Pre-Processing Tool for Machine Learning 那我们就非常荣幸地请他来对我们来这一段演讲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介绍这个开源套件 TronGIS Pi TronGIS Pi是一个GioX影像的自动化处理套件 那这个套件出现的背景是因为 现有的GioX影像处理套件都界面相对复杂 然后Document也比较稀缺 所以某某我们要处理一个GioX影像的任务的时候 可能在GioX软体上面一个Click就可以完成的任务 我们为了要做自动化为了要写扣 我们可能必须花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查询Document 去调整参数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所以创句子牌算是我过去工作三年的一个经验累积 帮我们过去所遇到的障碍 然后所累积的扣全部都打包在这样的一个package里面 那目标上就是希望我们工程师进入GioX领域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一行到三行的call的时间 把GioX的任务简单给完成了 然后把我们的目标跟专注的焦点放在影像的建模跟训练上面 那在开始介绍创句子牌之前 我想必须先跟大家介绍什么是GioX影像 为什么这个影像那么特殊 特殊到我们需要用一个特殊的套件来处理这类型的影像 那GioX影像之所以会被称为GioX影像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带有地理资讯 那地理资讯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说 一个是Gio全时风 一个是Projection 在Gio全时风的部分 它定义了整张影像的70点 就是最左上角的精度跟维度 以及它没往右走一个精度的变化量跟维度的变化量 以及没往下走一个精度的变化量跟维度的变化量 那Projection的部分呢 它定义了投屏坐标的系统 地球是一个球体 所以我们一般所理解121点多少 23点多少 那样的坐标系统 称为就是世界坐标系统 WGS84 它是这个精维度坐标 那以台湾为例的话 我们最适用的投屏坐标系统是TW97 这是内震部所定义的 它EPSG Code是3826 那除了这个地理资讯在Gio全时影像当中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的Flexible Band跟Flexible Size 所谓Flexible Band就是 它不像一般影像只有RGB三个波段 或者是三个Channel 它可能还有很多不可见光的部分在里面 那同时它也会是Flexible Size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影像可能1920x1080就已经算很大了 但是摇车影像上面它为了包含足够的区域跟资讯量 所以它Size到上万都乘上上万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带有特殊资讯 以及不同特征的这种影像上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套件对它进行处理 才能够把这些资讯都涵盖在里面 而且真的这些资讯对影像做一些处理 那接下来我就主意的介绍 创句子派里面所具有的每一个module 那首先必须先介绍就是Rested的module 它可以储存一张GIS影像里面所需要具备的所有资讯在里面 那帮助我们完成一个Python的class 这个class可以储存这些所有的资讯 那实用上非常简单 我们在input创句子派之后 我们read the registered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张影像读进来 那这张影像它的shape呢 它的data type 它的九全的phone projection 然后data variable 它的data都会在里面 那同时我们点图file之后就可以把它存档 我们点plot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而且这是具有经纬度坐标意义的plot 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把它画出来的时候 因为remote sensing的影像 常常它在这个digital number上面 都不是8bit的digital 都是16bit 所以很有可能它的digital number 都非常集中在5000以下 或者是更小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 如果我们把它全部平摊来 打开用最大纸最小纸 来去做这个visualization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样影像会全黑 所以我们必须要clip最低 最大纸跟最小纸部分之后 再去做这个呈现 那就比较能够有把人类可以判施的影像 这样秀出来 所以我们这里在plot的时候 也有climate percentage的这样的一个 阐数可以设定 那同时因为我们的画图是具有经纬度意义坐标的 所以也可以跟geo pandas的geo data frame进行互动 这是一个vector data 那我们同时可以画上一张图 然后画上限时边界 然后画上这一个农田秋快所在的位置等等 这些vector跟vector可以同时呈现在一张图上面 那同时我们知道了一张图上面 原来geo s在这个领域当中除了影像资讯呢 也有所谓的vector data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两者产生互动 才能够进一步进行这个model training 或者是最后可以释出比较有意义的资讯呢 跟geo s相关专业的人员进行互动 这就是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module叫做shape grid 可以interaction betweenvector andvector data 那我们一般上面在理解 如果我们要请人员来帮我们数化资料 或者是label data的时候 他们一般来说对他们来说 比较好操作格式可能就是vector的格式 他画一个polygon起来 就代表这个polygon里面可能是什么 是一间房屋是一个水稻田 是一个不同的森林的菱形等等 这些不同的资讯 我们用vector来呈现会比较方便 但是我们在model training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 影像上面每一个pixel 它对应到vector是哪一个vector 所以呢我们会使用resterize的方式 把vector投影到原始影像上面去 那么我就可以知道每一个pixel所代表的意义 那或者是说如果我们今天model predict完 我们取得一张prediction结果的resterdata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resterdata转换成vector 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对于js专业的人员来说 他们处理vectordata所获得的资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对他们说比较容易判读 对所以把rester转成vector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这边我们简单的使用vectorize layer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进行vectorize 那另外也有resterize layer可以成功的进行vectorize 那另外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我们希望把一个polygon里面 所有的pixel全部都找出来 那我们要使用哪一个function 那最简单的话就是使用clipper这个function 这一个案例上面就是我们在水稻田上面 如果我们有不同的农天秋块 我们希望知道农天秋块里面所有的pixel的数值 我们就可以使用clipper-restered with polygons 这一个function 帮助我们进行每一个农天秋块的clipper 我们就可以clipper到农天秋块里面的所有的pixel 我们再进一步进行模型的判试就会比较方便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splitted image 刚刚有讲过因为我们影像非常的大 remote sensing的影像非常大 它可能是上万乘上万 所以我们不可能把一张上万乘上上万的model 直接放进模型里面 memory也不一定吃得下 所以呢我们会先进行影像的裁切 那一般来说可能切成256×256或是512×512 然后再放进模型进行判试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裁切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价值 是因为它每一张裁切完之后 它同时仍然具有纤维度坐标意义 气势电跟resolution等等这些资讯都会包含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使用splitted image来切割的话 你也可以去check你所切割的这个结果 跟你的label data是不是有对应到的 以及有没有其他错误 有没有需要改善的部分 所以这也是非常方便我们在train model的时候 潜出力上面使用的一个model 那接下来呢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DEM processor 这个DEM processor可以帮助我们对地形进行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产出一些地形分析里面 常常使用的一些指标 那在地形方面的话 全台的这个20米的DEM 也就是数值高层模型 其实是内政部有公开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来试用看看 那它可以分析出哪些指标呢 就包含slope 也是坡度 然后aspect 坡向 roughness 粗糙度 那甚至我们可以分析出hillshade 就是我们摸拟了太阳的所在时间的阳角之后呢 我们看它所拍的位置跟角度 然后跟DEM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判断哪边是有shadow 有阴影的以及阴影的深度是多少 所以这一个DEM processor 就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样类型的分析 那也都是你只要把DEM放进去之后 一行扣基本上就可以掺除你所要的指标出来 那接下来呢 这个interpolation 帮助我们把NAN值填起来 那aeral triangulation呢 帮助我们进行2D跟3D的转换 帮我们把原始影像投影变成正色影像 有着服贴在地表上面god view的影像 或者是呢 把地表上面的已经label好的polygon 反投影回去影像上面方便我们做model training 那在CRS跟typeCase的部分呢 帮助我们进行坐标系统转换 以及datatype的转换 那介绍完所有的创句子拍module之后 我们就来看这些module 可以帮助我们达成什么样的GIS的任务 那我们这边就列举了两个case跟大家做介绍 第一个case呢是水稻田的判斥 第二个case呢是森林的分类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介绍第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水稻田的判施 这个案例的背景是这样 就是农粮署他们每一年都会针对特定县市去做小规模的水稻田的调查 他们去限定调查说这块田今年是这种水稻 还是不是这种水稻 那调查完之后呢 他们会把田野调查的资料拿回来给判施人员进行分析 那他们判施人员就会去download当年度的未知影像 然后对判施的结果进行model training 然后再predict到其他的每一个pixel上面 那这些的流程绝大多数都是在GIS软体上面完成的 那我们这个专案呢就是希望说 原本在这一个GIS软体上面完成 要自己去下载影像 要自己去点选要用哪一个分析的function 以最后铲除这个prediction的结果 都非常人工的状况底下 我们希望可以自动化整个流程 那让现场调查人员 一把现场调查的资料上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model training 微信影像下载 然后最后呢 这个铲除prediction的结果给他们 我们就可以去预估 当年度的这个水稻田的分布大概在哪边 然后呢它的产量大概会是多少 那训练资料部分比较特别 是我们使用全宜兰线 在2020年的UAV影像判施的结果 当成我们的label data进行training 那之所以使用UAV影像是因为 UAV影像具有非常高的解析度 基本上我们可以直接透过文理特征的分布 就能够知道这一块田是隧道田 或不是隧道田 那很珍贵的就是当年度 我们真的取得了全宜兰线市的UAV影像 那进行这部分label 那来最后对这个实验进行一个验证 那首先呢我们就有四张卫星影像 那分别是这个水稻生长期 从插秧到最后收成的这个四个月份的卫星影像 那这四张卫星影像呢一开始的shape的话 是四乘一万乘一万乘四 那我们把它整理成一万乘一万乘十六 那这十六的第一 前面四个波段呢就是第一张卫星影像四个波段 第二个四个波段呢就是第二张卫星影像四个波段 那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会把它clip 为什么要clip呢 因为除了四区以外的部分 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只有四区会中水稻田 对所以我们就把四区的 依然四区的部分就clip出来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这个train跟test slit 对那我们主要使用到的这个restorize 这个function 帮助我们去检索哪些pixel是属于train data的范畴 哪些pixel是属于testing data的范畴 接下来我们使用了第一个model进行训练 那训练是什么呢 它的data是长这样 就我们把每一个pixel当成独立的一个dataraw 然后每一个波段当成独立的一个feature 所以我们总共有3287乘上5361个pixel 也就是那么多个dataraw 那每一个dataraw呢有16个feature 就是16个波段的数值 那我们就去predict说 这一个pixel是水稻田或者不是水稻田 那我们把这个prediction的结果呢 apply到每一个pixel上面 不管是trainin data还是vedation data上面 之后呢我们再把concade成原始的影像 所以我们就从16个波段 分成17个波段 第17个波段就是第一个model的prediction的结果 那接下来呢我们为了要clip出有价值的资讯 所以我们把resolution呢提升到0.5m 那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在做clip的时候 确保它可以把足够的资讯都clip进来 而不会一个pixel有一半以上在外面 它就没有clip到任何资讯 所以下降完之后呢我们就进行clip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每一个冬天球怪里面所在 所有pixel的分布样态 那这个样拍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拿进我们的CNN model进行训练 那在放进CNN model训练之前呢 我们为了要方便model可以吃得下每一种影像 所以我们把它配得到一样的size 就是300x300 那接下来我们就放进去说这块是水稻田 这块是能源球怪是水稻田 或者是不是水稻田 那这样的成果也非常好 不管是accuracy,precision,recoach 其实都大于9成 那比较有失误的地方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三星区的部分 因为三星区是种冲嘛 冲的这个涨的颜色啊 高度啊跟水量的分布啊 基本上都跟水稻田很像 所以这个部分有比较多的错误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prediction的一个结果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成功的把整个process 部署到台湾DataCube上面去 那台湾DataCube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服务 就是它已经把很多的卫星影像全部都download下来 然后在他们设计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时间段跟区域进行检索 把我们所要的卫星影像检索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apply我们的算法 冒含model training到model prediction 到最后的产出 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水稻田的分布图 以及水稻田的最后的产量 那我们现在诊断的工作流程都已经自动化了 现在动量署他们只要上传他们现场调查的结果 就能够得出他们所想要得到的 这个水稻田分布图跟最后的产量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case 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我们第二个案例 就是森林的菱形跟树种的分类模型 那这一个专案其实当初的背景就是 现在台湾的农林航空测量所 他们每十年都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森林资源调查 那这个调查非常非常耗费人力 就是他们真的是动用全台湾的宁馆处 还有农林航空测量所本身 很多很多受过专业训练的判施人才 他们看得懂这些航空照片上面的书种的不同的纹理 然后他们可以区分出它是什么样的菱形 然后什么样的书种来进行判施 那因为他投入的成本跟所动用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大量 所以他们非常希望说 如果现在的Computer Vision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能不能够一部分可以导入这样的一个专案 然后帮助他们做自动化的一个判施 起初的目标可以帮助我们判施人员 检视他们所判施的结果 跟模型所判施的结果是否一致 那在未来的话 逐步的话我们可以减少这些判施人力的要求 那逐步的让我们的模型 可以来完成自动化的判施 那未来最终结的目标就是说 我们一张航空照片一拍回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判施说 这样照片里面包含什么样的物件 它分布在哪里 对 这些东西如果完全可以自动化的话 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能够帮助我们自动化的完成 这一个航空照片的判施 那我们这一个专案的话 主要还是集中目标在森林方面 那既然要区分森林嘛 我们以前都有学过 可能所谓的扣页林跟真页林 很大一个区分界就是它的纬度 海拔高度 对吧 那也就是它所在地方的这个气温啊 气候啊等等这些条件 所以我们也会把 这个不同的这个数值高层 也就是说我们海拔高度 可以放进去我们的模型里面进行训练 那同时呢我们 全民的这一个正确答案 就是我们全国性的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的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说 哦 海拔低的地方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扩页林 那接下来呢 就是直指的地方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真页林 对那这些浅绿色的地方 可能就是我们的主林 那透过这些分布 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每一种不同的树种啊 或者是菱形 它可能就会因为海拔不同而不同 所以我们有把我们的海拔资源放进去 那首先呢 我们第一个就先处理 我们先把不同的这个 地形指标把它生产出来 用全台 所以我们有DM 我们有波像 波像其实也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 自身的状态 因为每天的这个照光的时数 会有所不同 那背光面跟这个相光面 本身所导致的一个菱形的分布 也可能会有不一样 那粗糙度 那slope dpi dri 我们都放进去 进行训练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我们已经label好 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 label好的菱形图 把它restorize 把它restorize到跟 这个影像所在的地面范围 一样大的大象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restorize 玩的结果 反投影到原始影像上面去 因为这边原始影像 是不是震设 它不是Guard view 它是原始影像拍摄所在的位置 所看到的这个影像的样态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平贴在地面的菱形图 用反投影的方式 反投影回影像本身 那反投影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 mapping的一个结果 首先我们有原始影像 然后我们又可以找到 这张原始影像的label data 就是它的菱形图 那我们可以找到 这张原始影像所在位置的数字高层 可以找到它的 aspect, roughness, slope, tpi, tri, shadow 等等这些资讯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原始影像 DEM跟下面这些band 去判斥它的不同的菱形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如果直接的 把polygon反投影回去 因为这样最快 其实polygon也是由不同的点所组成的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A点 B点 C点 D点E点都在地面上 那我们反投影回去的时候 其实都会在影像上的同个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A点跟B点 我们如果从正上方往下看 那可能是在左边跟右边 可是很有可能在影像上面 可能是同个点 甚至A点跟B点 会变成右边跟左边 对 那这样的情况 就会导致这种交错的情况发生 那这种情况 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 直接透过polygon的反投影 我们就得到 反投影回去的polygon的样胎 因为它有交错 那我们就没办法得到真实的资讯 所以呢 我们就 必须要先把它做restorize 就是我们先把菱形做restorize 变成restor data 之后 我们再逐一反投影 那么反投影 全部A点 B点 C点 E点 回去之后呢 我们看到P点这个像素上面 它原来地面点有这五个点 那我们就找到最近的A点 当成它的代表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P点上面 真实看到的点 就只会有A点 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点 那如此一来呢 我们才能够解决这种 临行交错的这些问题 那 第二个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说 因为全台的DEM 目前我们内政部公开只有20米的DEM 那 这个20米的DEM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阶梯 就是在一个20米乘20米的范围里面 你们只会有一个数值高层的值 那 这会导致一个状况 就是你反投影回去的时候 照理来说 我们的地表是一个起伏连接的状态 它不是一个阶梯 一格一格一格的 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阶梯 一格一格一格的话 它反投影回去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格一格一格的这种状态 那 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要先用内插的方式 把它resolution从20米降成1米 那降成1米之后 我们再进行高层值的反投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样态 那 反投影回去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空置 所以我们再透过interpolation的方式 把它内插出一张完整的 这一个label的影像 那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张label 那 这张label呢 就可以直接对应到我们的原始影像 上面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label 进行model training 那在开始model training之前 因为我们要定义 这次的任务类型 其实是classification 所以呢 我们要先把不是这个数种的部分 先mask掉 所以我们假设 我们今天要留的是这个松树 那我们就把不是松树的部分 都全部mask掉 我们就只留下四松树的这些pixel 那接下来我们用splitted的image呢 把它逐一的切割出来 一块一块一块 五一二乘五一二大小的size 那一粒我们后面可以放进去模型 直接训练它是哪一个类别 那切割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不同数种的 这一个polygon底下的所有的pixel都揭去出来 然后同时呢 我们可以去label它是不同的数种 那我们就可以放进模型进行训练 那同时我们可以透过augmentation的方式 把这些数种 又有比较少资料的这些数种 进行这个资料增强 那增加它的训练资料量 那最后呢 我们得到一个不错的成果 在数种方面的话 我们得到73%准确率 在零行方面我们得到88%准确率 那以下是详细的这些资料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同时我们也做了contribution analysis 就是我们去分析哪些波段 RGB,NA,RDEM,ASPEC等等的这些指标 哪一些对于我们的数种判施 有比较深的影响 那主要其实集中在这个 镜红外光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些数值的组合 这个组合指标 这个RGB,NA,R的组合指标 上面的话也会有一些不错的成果 这样子 那这个专案其实最大的目的 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在未来 有机会可以让我们的荒索 在进行申请资源调查的时候 可以有一部分 帮助他们检验 他们目前判施的人所判施的正确程度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未来我们也当然希望它完全性的 可以自动化进行判施 每一张影像回来之后 就完全自动化了判施 那么的话可以帮忙 节省非常多的成本 训练人员的时间 还有人员所付出的这些劳力 那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会有一个 可以帮助他们判施人员检视 判施成果跟模型判施的成果 一不一致的一个界面出来 所以也算是一个快要开发完成的一个专案 那接下来的话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还有哪些专案可以应用创据直拍来完成 那举例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东南亚地区的UFV照片 那我们就希望去数他们整片田当中 有多少的棕榈树 所以呢我们就训练了一个yolo model 它就可以判施棕榈树 一颗一颗一颗的样子 那像这样的话 人去数的话可能眼睛会很痛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yolo训练完之后 我们把它切割完 直接放进去model进行判施的话 我们很快就可以数出来说 总共有几棕榈树 那还有像这个是崩塌地的判施 就是像这种崩塌地啊 人去全会的话其实也非常浪费时间 而且非常劳心劳力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用model进行判施的话 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成效 而且它所矿定的这个范围 可能还更精准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司也在研发很多 就是3D modeling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也会再评估说 哪些东西是一定要成熟的 然后可以开放给大家使用 我们就会逐步加入我们的创举指派里面 跟大家分享 对 那如果大家看完这些专案啊 就是有希望自己可以动手做一些专案的话 就是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些资源 我想大家应该会有兴趣 那首先是卫星影像部分 Sentino 2 from ESA 就是澳洲太空总组的这个Sentino 2 是完全免费的公开的 那只要大家要申请一个账号 基本上就可以去取得这样相关的影像 那台湾的部分的话主要是Formoset 5 那这是台湾的NSPO 就是太空中心所提供的影像 那Spot from France 不过这都是要有钱的 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对UAV有兴趣的话 那也可以自己去买一台无人机 然后拍了影像之后 你可以直接用原始影像进行判施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用这个Pixel 4D Bentley或RG Soft 这些都有一些免费的版本 可以帮助大家把战胜影像拼出来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一张完整的图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大家希望就是可以自动化去下载影像 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台湾Data Cube 不过这都是要付费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大家想取得一些Label Data Source 来玩的话 像是民生公共物联网 CIVIL IoT Taiwan 它要提供一些Air Quality 或者是Water Resource的IoT Data 那这些Data虽然都是点资料 不过也都是具有轻微度坐标的 如果大家把它对应上图像上面 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取得到一些资讯 那还有零物局的话 他们有提供这个全台崩塌地图 然后Open Stream Map的话 有提供在美洲上面的一些 这个Building的Footprint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房屋的轮廓 那大家都可以去玩玩看这些Data Source 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做一些 比较属于自己的专案的话 那你可以Nabel零的Data by Yourself 就是使用这个QG2GIS 那它是一个开源的GIS软件 那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个Data Label好 然后我们再对应到原始影像上面进行影像训练 那必须要先说的是因为 创句子拍仍然是一个GIS的这个套件 所以它底层很多的 例如说投影坐标的转换 例如说很底层的 这个Restorator转换的系统 别人都已经写好的 我们当然就直接使用 只是说过去如果我们也要直接使用这些package 来进行我们的分析跟这个影像处理 会发大量的时间在这个Document的检索 在Parameter的检索 所以创句子拍基本上帮你们把这一段事情做完了 只要你们把这些套件安装起来 然后再安装创句子拍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使用非常简单的界面 一行到三行扣 就帮助我们完成这些GIS常用的这些function 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有益的专案的话 可以给我们一个start 那这是创句子拍的link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会后跟我讨论 谢谢大家